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红利资源出现下跌 科技股有所回暖 那么在6月份这个格局会有所变化吗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看看今天三位嘉宾给出的观点 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宋正浩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淳 欢迎您 还有在线上的来自江苏百瑞银的万根南 欢迎您 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刚才也提到 今天市场是收官之战 5月份的收官之战 全天冲高回落 三大指数均小幅下跌 其中像商业航天AIPC概念全天有所上涨 而化工光伏等方向遭遇了调整 两市城交7150亿元 比上个交易日萎缩83亿 随着资金回流科技方向 短线情绪略有回暖 但程度相当有限 全天我们看到市场超过3200只个股出现上涨 来看看我们三位嘉宾的整体分析 那郑浩刚才也提到市场情绪 其实从现在来看 整体还是偏弱的 我们怎么来看 接下来整个市场的这种格局 是不是还会延续修正 我们认为的话 就是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整体情况 肯定是比较弱 然后趋势上来看的话 震荡走低的概率其实是在增加 随着时间退以这种概率的增加 应该说是越来越大 原来5月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是有一波脉冲式向上的一个行情 毫无疑问是等于是把之前两月三到四月份的 这样一个横盘的这样一个格局 这个箱体是往上翻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在达到接近三千两百点之前 市场的成交上值是不足的 所以从需求端来看 它的交易的这个强度是不够 所以到了5月中旬以后 5月10号以后 其实市场其实是在震荡走低 除了上阵可能在之前还会有几次冲顶的这个摸高的可能性 但是其他指数都往下 那最明显的我们其实还是看A股的这个平均指数 平均股价 那么在5月长假回来 5月6号到5月10号 大概这一周的左右的一个时间 平均股价是有一个上攻 然后之后其实都是在不断的走一个调整往下的这样一个节奏 所以现在一个 你如果从所有的股票汇总在一起看 平均的走势 毫无疑问和 劳动界钱 4月末相比的话 它其实是更低了 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成交量我们也看到 现在今天7100多亿吧 那之前其实都一直每天 大概有一两百亿两百亿的往下在萎缩 所以如果维持在 如果8000亿都很难维持的话 那么我们想3200确实比较难 但是呢短期我们也看市场情绪呢在没有那么惨 就是我们讲到了科技方向回软 因为原来一直在走比较拉指数的那些品种啊 这个红利啊 低产电力啊等等 那现在有一个涨高了 资金有一个腾出 那么相应的 其他板块的拉起可能并不用耗费那么多的资金 所以成交你稍微萎缩一下 会看到比如说中正1000或者说中正2000 那短期内这两天可能是要有反弹 但是它前面调整也比较深 所以市场还是有个高低的切换 阶段性过去一个月左右 如果累积涨不大的 那么这两天正好在月末的时候 它有一个调整 然后有个获利兑现 然后出来的钱 有可能去买一些超卖的一些品种 像尾盘最终我们这一周看到的有些涨起来 包括像半导体啊 包括今天有些医药啊 其实在前面一段时间都没这么讲吧 所以它很容易形成一个消息面上的共振 然后形成了一些 就是中小市值的一些个股 在这个点位上一起进行了一些反弹 但是不是有趣性我们也很难说 因为我们说我们前天 我们周三看到有房间段子 一天走了14个行情对吧 就是已经变成日内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电风扇轮动了 就大家很难抓 而稍微抓起来一下 没有持续性 那么为什么 如果整个的成交 一直是在每天每天的往下收缩的话 你再多热点其实毫无意义 就是它都没有纵深和没有持续性 稍微起来 大家就想的是怎么去短线做一个兑现 所以这种趋势如果没有改变 我们认为市场虽然可能到了六月份以后 月初有可能随着流动性转转 或者说本月月末跌了有点深了 它可能有一个反弹 但反弹上去如果不见到前面的高点 比如说做一个反抽的动作 如果不会比前面的高点更高 那么后面其实迎来了更多的还是震荡向下 那么上升的话可能会回财 比如说年限和前面这个地方是第一步支撑 那深层时有可能是再回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劳动界前的所处的这个位置 这个概率我们认为是偏大 那所以略出我们做好的一个应对的方案 就是说如果它有中高 但是你会看到量能放大又不及预期 什么叫不及预期 就是它如果8000亿以上都很难停留很长时间的话 那么认为上去以后指数级别的空间不会特别大 然后个股大家去看行业上的某些板块 是否能够有更多的一个资金流入 然后如果帮助它能够持续放量上场的时间多一点的话 那可能你去抓行业或者行业当中的比较强的一些 这个可能是在局部当中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但是整体的机会我们目前的就趋势 还目前来讲是很难看到 包括今天我们盘中也看到了 包括五月份的PMI还是不至于是 所以从整个生产端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化工啊上游的 可能盘中日内就开始出现调整了 就一看就显然就是说 中上游可能这个需求端还是不是那么足 所以到六月份我们说如果这个局面没有办法改善 一是社融不改善第二是PMI不改善 那么相应的可能至少你这个逻辑不成立嘛 所以后面我们也看到如果配套的成交量没有明显的改善的话 意味着市场参与的热情不多 现在还能停落在这个地方的逻辑是什么买盘不强 但是卖盘也不强 所以就大家可能想这个地方也没决出一个胜负来 到底向上向下 大家就可能再看两天吧 看看是不是能够上去一点我再卖 那所以如果延续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最好的结果就是震荡完震荡完 把重心慢慢放下来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概率可能在六月的十号以后吧 可能这个中旬以后被端午以后 有可能这个概率会增加 那沈淳我们刚才给大家做了五月份 A股分类指数的统计 上证是跌了百分之零点五八 像深层指包括创业版科创50 跌幅都在百分之二十三左右 就是这个幅度其实还是有一定幅度的 那之前你也提过整个市场有可能是走这种结构行情 那六月份还会延续这种格局吗 六月份我觉得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我觉得就是市场偏弱 刚刚前面正好也分析过了 就大家其实也无非就是几点 第一个是没有主线 电风扇式的轮动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增量 就市场很明显的一个存量到减量博弈的一个状态 这周我看已经是连续大概三个交易者都是 四个交易者都是在7000亿附近的这样的一个量能了 所以这种量能我们知道 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板块有一定的持续性 而且最近一周里面 我觉得大家市场整个的一个情绪是非常弱的 大家可以看到连板的连板的加数 我看一下都不超过两位数 大概只有六七加左右 然后资金都是在博弈短线 有的去追逐20厘米 还有今天有一个转债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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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债 大概我看成交了168亿 我看一下转债好像也是投机资金在 就是这市场当中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博弈的 都在去找其他的一些投机性的方向 那我觉得这个对市场 其实短期来说就是一个情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指数 为什么今天这个调整幅度 我看这两天调整幅度比较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跟这波A股关联度比较大的港股 其实从高点到现在已经是出现了连续 一周多时间的一个调整 而且今天港股尾盘 我们看也是一路的杀跌 差点要跌破一万八千点 所以这个对A股的指数的共振性 其实比较强 因为我们知道这波 这个港股 H股其实是先与A股起稳 也是先与A股反抬 等于是港股带着A股在走 所以港股它作为一个分享标 连续的走弱 甚至今天要跌破一万八千点的话 那这个对A股 其实指数的压力 其实也是明显在存在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磊弱的经济数据 早盘的PMI发布之后 我们看市场上游的中游的 其实都在调整 因为之前大家对于一些地产链也好 包括其他一些上游的一些涨价链也好 其实大家原先还是基于 对于未来一个经济复苏的这样的预期 因为政策端的预期 其实已经打得非常满了 这个包括地产端的政策 是连续的密集在出台 但是当大家看到这个数据出现了之后 其实原先这种预期 其实是在减弱的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导致了市场盘面 变弱的一些原因 那当然对指数来说 我们前两周的观点也非常明确 我认为往下空间是不大的 因为缩量一方面意味着 这里没有买盘 资金在观望 它上不上去 但是快速的缩量也意味着 这里它下不下去 所以下面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我说是在3050点 就是前面一个箱体的中位数 今天收盘是在308几点 基本上离这个3050 也就是30几点的空间 所以现在大家其实无非关注的是 六月份 如果只说在这里面 起稳 接下来的方向在哪里 那我觉得 我上周表达的观点就是 我认为最有可能起来就是科技 这周最后几个交易日 其实科技表现是相对比较强的 或者说也是相对抗跌的 因为整个科技板块 它其实从4月份到5月份 已经是连续调整了两个月了 它已经是从空间上来说 时间上来说 它已经调整的比较长 而且如果6月份市场要起来的话 你要想什么样的容量的板块 能够再度把这个市场的成交量给带起来 人气给带起来 那我想除了科技之外 你找不到其他的板块 因为前面的无论是这个出海的方向 还是有色涨价的方向 其实很多个股已经是涨了一大段 而且现在市场风险平常又比较低 所以这个地方资金 首先考虑的是低位的板块 但低位的板块 无非就是两个 前期调整的比较多的 还有一个就是困境反转的 但是困境反转大家看到了 地产 光伏 包括还有那个株洲期 都没有能够完全的带动市场的人气 所以能够带动市场的人气的 我觉得还是在科技的方向 大家看一季度市场其实走的还算不错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市场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这个红利的方向 还有一个是这个成长当中的科技方向 所以当时大家说是叫雅铃策略 两头有两个方向可以去做 所以当时的成交量是能够维持在 这个8500亿到9000亿的一个量的 那一旦科技下来了之后 红利这个方向 我们知道它是避嫌属性 就是说资金是一个长期的角度 去视角去配的 所以不可能说一直把这个红利 不断的不断的往上推 所以当红利这个地方 本周也开始调整了之后 市场就完全找不到方向 所以我觉得对于6月份来说 首先我认为指数往下的空间不大 而且我认为6月份 这个指数是在连续调整之后 是有向上的一个 起来的一个动力的 那这个动力的引擎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5月底最后一周 这个先抗跌的 或者说先有资金去试探的科技的方向 很有可能会成为6月 至少我认为6月中上旬的一个方向 而且6月这个对于科技来说 6月份的事件其实是非常多的 无论是苹果的开巴尔大会 还是特斯拉的股东日 这些都会是有一些 这个事件的一些催化 所以我觉得对于6月份来说 指数我觉得空间向下有限 那么就是方向 确定方向 我觉得方向6月份来说 一部分还是以红利为主 另外一部分大家去找这个科技类的一个机会 其实这个在5月最后一周 我们似乎从半导体 包括今天动力的AIPC 包括我们看到的商业 航天 就是整个航天 就是整个好像似乎有这个迹象 但是能不能持续 我们一会儿再做探讨 我们再来连线在线上的万根南 万根南 今天从K线组合上来看 是一个光角阴线 其实并不好看 而成交量也没有放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状态就像前面两位老师所提到的 可能在这个位置当中市场还有下跌空间 您怎么看 好的 刚才两个老师的观点 我基本上很认同的 给个结论吧 趋势向下 但是空间有限 我记得在4月底当时来做节目的时候 给大家说了一个观点 指数哪怕向上 如果没有量能的配合 始终还会下来的 目前来看这个观点得到验证的 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 目前的市场 我们看一个核心变量 就叫量能 量能我也注意到了 大概6到7个脚位置 成交量基本上都在8000多亿 有的时候剩下刚刚过7000多亿 这点量能是无法支撑指数上行的 那么由于量能有限 指数大概还会缓慢的向下 但很少出现基地 基本上是一个类似于阴跌的走势 那么同时由于量能偏少 热点是快速能动的 一天能换一个十几个 甚至七八个 那么导致了市场赚钱消息相对比较难 所以目前来看 指数方向应该还得向下 但我觉得空间也不会太深 刚才这个沈老师观点我很认同 基本上到3650附近 大概率就能够撑住 因为这个位置是34月份 整理平台的中枢附近 也是去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中枢附近 所以技术层面的资认是有效的 而且从资金层面来看 大家知道 今年从我们春节到我们310附近 当时神秘资金把这个指数拖上去了 而这个神秘资金当时的建仓的一个成本区 很大一部分就在3050附近 所以我觉得 指数在这个附近大概应该能够稳住 当然有一点观点和其他家民不一样 我觉得6月份事上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为什么没有太多机会 因为6月份从整个的一个事件角度有几个 第一个6月份有一个重大的赛事 因为A股市场逢贵逼跌 逢重大赛事逼跌 这个是一个惯例 而且到了6月中下旬 因为半年度银行的结算 资金层面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当前这种 乘量博弈甚至减量的博弈 有可能会延续到6月中下旬 超过难度相对偏大 当然尽量还是以谨慎为主 好的 谢谢万根南的分析 那我们回到现场 那刚才宋正浩也提到 就是说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 我们三位对接下来行情的这种谨慎 包括这个压力可能都有所预见 那接下来整个就是冒出来的科技这个方向 能不能延续 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做一个探讨 因为今天红利是出现调整 有人说跟这MSCI调整也有关系是吧 今天也正好是一个调整日 这个有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是继续看红利能再走一程 有人说怎么也得把这个半年 把半年的这个利息拿到吧 可能要等到7月份 有人是这么预测的 但也有人觉得 红利因为这一波就是二级的差价 包括给你的 就是已经是额外的意外惊喜了 可能在这个位置当中 有一部分资金会兑现 会流到其他方向 更同意哪种观点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 轮动肯定是比较快 所以就是持续性是已经是一个表面的 这样一个特征 那深层次来讲的话 就是大家对于各个板块的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来源于 把当前的股材在网上去做 就是说我买进去做一个建仓以后 你可能要 我可能觉得想要涨个五个点到十个点 如果还能够从我手上卖出去 那么我认为这笔交易是可行的 否则的话我做这个交易 我觉得虽然可以买进 也不见得会有一个价格上的调整 但是如果它如果涨上去 我就卖不掉 那么认为我买 我这个买入这个动机就不够好 所以现在我觉得大家 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思想上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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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忧 那所以呢 就是现在无形当中 之前我们看到红利 有某种程度是变成 大家都去榨根抱团 那原来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红利资产 红利资产就包括很多高股息 那么这当中包括一下银行 在年初的时候可能有包括像煤炭 包括像电力 公用事业 对吧 多一看股息回报的大概6到7 那么但是我们问题来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银行 在年初到现在可能股价涨了20 那么相应的话 6到7以后你这折算下来 你这个股息回报 你就下降了20%吧 那可能原来大家觉得有吸引力 那现在股息回报可能已经到5以下了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4点几 那么它的这个从产业资金的 这个吸引力来讲 肯定是下降的 那你现在去买的话就说 大家可能有人想 这个再等一个月拿到这个半期的 这个红利分配怎么样 你要知道红利分配完 它其实短期来看的话 它有一个除全除息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你从股价的角度来讲 就不见得了 对吧 你除非这个东西我买了不动的 我很低的筹码买进 一直放到现在 那我一定要拿 那如果说我不是长期买的 我可能是过完春节才买进来的话 那你其实过去三四月份 给你的涨价远远超过了 这个半期的这个股息 因为你每天上涨 假设某些银行 一天涨了一个点 那你今年的股息可能 百分之一 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有 所以你这半期的这个东西 你涨了 提前涨了一个月 你提前了结 毫无问题 因为这段时间 二级给你的这个溢价 已经 这一个月已经超过了 可能一年或者两年的 这个分红股息 所以这个逻辑可能从交易段上就不成立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整个市场的成年量就在点钱 七千亿到八千亿 那么相对如果你红利涨得非常高 又在别的地方产生了某种程度 是资金红析的这样一个效应 就别的赛道都没有机会 因为钱基本上都在红利资产当中 而红利恰好又是很多是互人300 或者说上升50的那些票 那这样的话你推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对指数相关度很高 观念度很高 因为你只要红利涨 我们相信指数也不会差 但今天我们看到 个别的这个涨跌比来看 还有三千多元上涨 其实情绪今天还可以 但是指数看起来就位于无证 就冲高回落 那所以呢对大家来讲 说明更多的投资者 不见得是钱全在红利里面 所以你调整出来 有利于什么呢 释放更多的钱去别的领域 别的地方缺钱 所以你这个钱出来的时候 一看红利如果一旦短期觉得 大家觉得形成共识 你要调一调 不会说大家说 你不调没机会了 我要买进去 那这样的话 别的板块才有更多的交易层面的 获得资金的这种机会 那大家更平衡 否则的话 这个一枝独秀啊 那其他的板块相对来讲 就没有办法跟上它的步伐 那你长期这个市场 就可能不是那么健康 就是你不可能只有一个板块 一种操作模式 一种策略 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认为呢 就是市场 还是某种程度是瞧瞧板 就是它如果出来 我们觉得别的赛道可能会好 但指数不见得 所以我们这个观点 就是说市场情绪 有可能会导致风格的一些的摇板 所带来的一些 局部的这个机会 因为如果你某一个资产 某一个风格一直赚钱 别的风格就一直不赚钱 我觉得它也不会个 也是个 但是我觉得长期不可持续 肯定上某个节目会改变 其实最最主要的不是风格单一 就是最主要是没有增量资金 你这样但凡能让市场 多一点这个增量资金 多一点子弹 市场也不会走的 就是如此之单一和尴尬 对 是的 板块的定价权都在新增资金 新增资金来愿意买什么 它这个价格的趋势 就是它来定的 那存量资金 手上都没子弹的话 那只能看着它在这边震荡 来看看沈老师 刚才您听到了五月末 我们这一周 已经有几个板块动了 这几个板块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看看六月份 它的这种可操作性存在 第一个是商业航天 这个板块 因为之前我们说 和低空和这个飞行汽车 它是叫三个概念 合为这个低空经济 那它可不可以像 其他的这个两个板块 那样动得那么强 但有人说 它有从何的地方 这三个东西当中 有从何的地方 怎么去客观的理解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 包括这个飞行汽车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让我来看 中期来看 我觉得商业航天 或者说卫星互联网 它未来的一个落地的 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加快一点 就是包括这两天 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 卫星互联网 它的这个产业链 其实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 其实都开始同步的开始 出现了一个上涨 不像一开始涨的时候 更多的是主题 就是可能说上海的两家公司 涨其他的可能表现就一般 今天我看是基本上都开始动了 我觉得首先对于这个板块 持续性来说 持续还是要看成交量 就是以7000亿的量能的话 首先任何板块 在以目前低的成交量之下 它的持续性都不会好 那如果未来成交量 能够回到8000亿 或者更高的话 那我觉得商业航天 或者说卫星互联网 它能够跑出来的概率 会偏大一点 就在这三个里面 它跑出来的概率会偏大一点 因为一方面是最近消息的刺激 大家看到了这个最近 就是未来发卫星的 一个速度会加速 可能未来要1万颗 然后未来的5到10年 里面要发2万颗 就是中国版的一个新链 其实未来是在一个 逐步的形成过程当中的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是 这个展开加速的话 那未来的这个产业链当中 很多的资本开支都会增加 而且我们知道 本身对商业航天来说 低轨道的卫星 它本身低轨道 它本身就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就是先到先得 所以我们这边未来 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 一个速度的一个赶超 所以首先商业航天 是我接下来 还是就这三个里面 是我更加能够看好的一个主题 然后除此之外 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 为什么我认为是 就是6月份 有希望是能够表现的 一个是前面我说的 就是它调整时间足够长 另外一方面 最后的一周 尤其在成交量 那么低的7000亿的背景之下 反反复复活跃的板块 基本上都集中在科技里面 这个商业航天 除了这个军工属性之外 它其实还和通信有关 那么今天包括消费电子 也是表现的 因为和AIPC有关 包括今天的机器人 相关有些公司 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 AI早盘其实也有过异动 所以这里面资金 它都在尝试性的去找 接下来的方向 因为如果接下来的市场 如果是有行情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相信也不会是 红利指数一枝独秀 因为红利 我们说这个本身 就是避嫌的属性 而且红利它和债机的 这个联动性非常明显的 就是如果红利好 债那边其实也表现 价格表现也会很强 那如果债的价格表现 很强的话 你说全一类的市场 其他的机会就比较少 所以其实红利本身的调整 我觉得对市场来说 不是坏事 它如果出现阶段的调整 那对市场未来的 风险偏好的提升 它其实是有利的 就说明 这个有资金开始 从那些稳健类的方向 退出来 那么退出来 它一定是找方向 那找方向 其实市场 给到大家的方向 其实不是很多 就是比如说现在 其实就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是科技 我们知道它偏成长 成长类的方向 还有一个就是困境类的方向 那困境类的方向 我们看到 无论是地产 还是诸州期 包括光复 其实它们基本面 没有太多的改善 更多的是来自于 政策的那些预期 供给侧出清的预期 但最后 你说让一个板块 有反弹的空间 它仅仅靠政策预期 是不够的 它最后是要 让大家看到 它的一个产业的空间 和产业的逻辑 所以科技我觉得是 从当下的一个时间点来说 是有望 能够这个 这个接力六月份 可能说 有阶段性表现的方向 虽然六月份 我觉得可能 这个中下 下旬 我可能也不是特别看好 刚刚那个 也提到了 就是因为一些 赛事的一些影响 但是六月的中上旬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可操作性的 可操作性的集中的方向 就是在科技 所以在科技当中 无论是科技的板块的轮动也好 还是你说科技 整个的一个超低反弹也好 我觉得都存在一定的机会 还有就是从年初到现在 整个分类指数的结构来说 上阵也好 50也好 300也好 他们都很早的已经站上了年线 现在唯独 走得比较弱的指数 两个双创指数 科创50和创业版指数 都离开年线 都还有15%到20的一个空间 所以即使后面出现补涨 我觉得科技的补涨 还是有一定的动力的 所以我觉得对六月份来说 大家还是去 更多的去关注一下科技 当然红利中长期 肯定还是资金的首选 因为增量资金 我们看到现在无非增量资金 一个是北向 一个是显资 一个是一些ETF 他们可能还是会配红利 但不是说它会一直涨 如果真的红利一直涨的话 那变成1617年的行情 那对整个的操作性来说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认为 未来会出现一定的均衡 就是红利这个地方 可能短期调一下 前面的成长类的方向 科技能够谈一下 把之前的那种分化 适当地收敛一下 再来连线一下 在线上的万根南 那万根南 对于六月份 你更偏重于是红利策略这一块 还是更偏重于科技反弹这一块 谈谈你的操作策略 好的 如果把科技题材 给红利做个选择的话 我有可能会选择红利 这个观点就可能和两个嘉宾 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选择红利 大家知道 红利首先第一个特性 反指数 如果指数偏弱 红利反而避险效果更好 再来今年的一月份 二月份 上一份四月行业都得到验证了 指数强 反而红利横在那里 指数弱 它反而能够起到一定的 护盘的作用 那么第二 从资金的角度 因为今年市场缺乏增量资金的 如果从资金性质的角度 今年春节到三年点附近 主要是神秘资金拖盘 三年点到三年两百点附近 更多是在于写资 以及北上资金 起了一个有效的 这个临长的作用 但是今年的公墓 因为新的指数很少 最大的事 通过公墓 我们前面几位的目击来看 并没有太多 还有一个资金 什么资金 量化资金 当然量化资金 我们作为普通的投手 很难跟上节奏的 也就是说 如果在三年附近 适当稳住了 选择向上 会不会真正起去 主导作用的 也就是显示和北上 那么我们就试索一下 显示和北上 它偏好什么标题 作为显示 对于红利 对于古希 我看得比较重的 而对于我们北上 对于那些 各个行业的核心资产 也同样看得很重 所以通过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 如果考虑配置的角度 我个人倾向于 红利优先于科技的 但是我们配置红利 然后注意个问题 因为现在红利当中 很多的细分板块 涨得已经很高了 不管是银行 还是我们的电力 甚至包括一些公路的品种 注意高的不要去做 我觉得后面的红利 有可能会有一个 高低切换的内部分化 因为做一个板块 有些品种涨得很高 但有些二级品种 目前国家属于合理的位置 这一级品种可以考虑 那么注意科技 我觉得后面如果量的 能够释放出来 比方说量能从一回到九千亿 回到万亿 这时候科技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主线 但目前量能相对安定比较小 这个时候作为题材 我觉得短期之内 就算有行情 也很难有延续性的 好的 那万根南刚才你提到 六月份你是在红利上 更偏重的一个看多一点 那如果是红利上 继续挖掘的话 你觉得哪些是属于 还可以再追踪 再做布局的 它是这样的板块 我刚才点到的一点 就是在红利的细分领域当中 有很多的品种涨得已经很高了 当然板块内部 有些低位的品种 不管是电力 还有公共市场 都一些低位的品种 目前还没有起来 可以在板块内部 做一些挖掘 就是必高就低 我认为你是 其实在刚才您提到的 几个红利的大的分类方向当中 银行可能现在是 20左右的一个上涨 可能像其他煤炭 涨的周期比较长 可能幅度比较大 电力由于电力改革等等 诸多的因素 可能在短期也有个加速 那您是不是认为 银行更具红利的挖掘可能 如果我是选择的话 做个排序 我觉得电力和公路 优先于银行 银行优先于煤炭 这是我个人做的一个排序 观点 好的 那谢谢刚才三位 跟我们对6月份市场 做了前瞻 策略上也做了提醒 稍作休息 稍后我们一起跟大家 关注一下生物医药 啊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九十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 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富裕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志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今天的港股当中的 生物科技板块 出现强力的反弹 我们看到恒生生物科技指数 曾经一度超涨3% 陈峰谷当中 明星创新药公司康芳生物 一度上场幅度非常之大 领先冲高 标的指数中 创新药占比达65%的 恒生生物科技ETF 近期也获得了资金的青睐 份额创下新高 那么我们说回到A股市场当中 随着4月底 医药板块业绩利空的基本出境 医药政策 尤其是创新药 以及创新中药等相关政策的 回暖迹象 也是日益明显 那么我们说 生物制药板块的机会 是否也临近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三位嘉宾的观点 沈淳 生物医药今天在盘中 就是康芳比较受关注 能不能引起大家对这个板块 后续整体的关注呢 我觉得今天因为港股这个标的涨幅 比较大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 但是你看A股这边跟的这个标的 我觉得相对有限 一个是因为量能的关系 还有因为我觉得从创新药 之前我们就讲过 就是A股的创新药和港股的H1 港股的创新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港股的创新药 是有很多真正的创新药的公司 而A股的大部分的这个公司 还是这个CXO和CRO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医疗外包服务这样的一个公司 所以我觉得对个人投资者来说 跟踪创新药首先是很专业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去关注的话 我主个人的建议吧 我觉得关注ETF 而且这个ETF我觉得 更多的是以港股的创新药ETF 作为一个主要关注的对象 因为A股的这个创新药ETF 基本上我看了三个 都是十大权重里面 80%都是CXO为主的 那当然这个创新药整个板块来说 其实因为之前的一些事件的影响 确实调整的时间幅度都比较大 但是这里如果要起来的话 单单只是靠一个个例的 个股的一个带动 可能还有点欠缺 就是创新药如果要真正的起来 我觉得还是可能需要一些 政策的一个推动 比如说国内对于创新药的一些 审批的一些速度 比如说放松或者说加快 可能对整个板块会有一些 有利的一些因素 但是对个人投资者来说 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 单纯的去找创新药的一个 个股的标的的 还是去关注一些ETF 会相对好一点 那正好也提到了创新药 目前的一个整体状态 一直是出现这个下跌下跌 现在像康芳 今天他是有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在肺癌的突破上 有所提升 就是市场会不会因为这些个案 引发对这个板块的 重新估值思考呢 我觉得整体上还是比较难的 整体上比较难的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 创新药的市场本身 从商业开发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投资汇报上 应该说是一个周期比较长 风险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行业 就是所谓的这个能够得到 一个明确的投放市场 被市场验证 然后真实有效 然后在某一个领域 形成一个垂直上的一个 革命性的效果的这种药 相对来讲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一旦出来横空出市以后 市场对待关注点肯定会把告 那么我回顾近几年一段时间 全球的这个医药领域当中 某一个企业毫无意地摆 是有一个爆款出来的时候 以产品来带动市场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对他的这个关注度提高 而并不是说有别家相对的 有这个爆款出来之后 你说还没出爆款东西 会受到市场关注 这个逻辑我认为是反掉了 所以一定程度上 一个对专业投资者来讲 它肯定是会跟哪些企业 它预备在临床上 可能会有在某一个领域 有可能会成功的一些药 它可能会持续跟进关注 这个对专业投资机构的要求 是比较高 它会反复跟 然后它会知道某一个东西 什么时候出临床 什么时候出结果 某个阶段 它会出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它会根据自己的一个 自营状况 和这个企业的这个产品的 这个投放的一个进度 如果匹配预期 它会在某个节点上 它会不断地加码 它的一个投注 那么对普通投资来讲 我觉得就比较晕 因为它并不知道这个哪个企业背后到底是什么产品 引领了市场的一个关注点 像今天康房生物它那个肺癌领域的这个药 从对它的五年生成率和现在的一个实际的效果来看 比原来大家比较关注的K药来看的话效果更好 然后可能未来的医疗成本更低 那么这样的话会会把原来的原来给到其他药企的这个单子 可能有可能会这个市场范围会抢过来 所以会引领市场上的某一个这个对它的一个关注程度 那么大家会遐想就是这一类的药 比如说现在最著名的肯定是一方面是小分子药 第二方面是对于整个抗癌领域的某些药 如果能够阶段性取得一个效果颠覆性效果 就是原来这个病很难搞 突然出了药之后把这个数据明显改善了 那么市场的关注度会加大 那么同类型如果我比如说 不仅仅是肺癌 那别的部位的癌 如果它也有这类的药 可能还在临床当中 可能还在试验当中 还没等结果 那么这类的可能有些投资机构相应的 它会在适当的时候 把适当的仓位可能会给到他们 那么只能是这么说 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负面情况 这个药不打预期 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可能就是说有很多历史上的这个药 就出来之后发现 研究了半天没有结果 和之前的药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那这样的话 等于可以宣布这个药商业化的进程 就失败了 所以后面有可能会 股价面对回调 像我们前一个季度 也看到有些别的药 你可以用比如说减肥药等等 它如果是有好的效果 市场关注高 那么这个上市公司 有可能会在全球的某一个市场当中上市 那么大家全球的投资者 对它的关注程度 毫无疑问是提高的 那么在这个垂直领域 可能就前三家公司 可以分到市场份额 就是最好的 第二好的 第三好的 那剩余的其实都是其他 所以我觉得头部公司 能够突然之间通过产品 翻身到一个市场最前沿的位置 产品还是非常重要 那么它的投研能力 每年最研发上花的费用 我觉得是支撑它在一到两年 或者说三五年当中 持续的能够有概率出产 成功这个商品的可能性 但是不代表说我投了很多钱 就一定能出 但你不投肯定出不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创新 要当中非常烧钱的这个点 所以一旦出来之后 所有投资机构就觉得 这个东西可能会成几何倍数的 把它的原来的投资的 这个投入给覆盖回来 这个我觉得是创新要一到当中 一个投资逻辑 它可能投很多 最终在不同的阶段 某一年它成了一个 突然之间它可能有机会 能够退出 然后第二第三年 它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 可能在后两年当中 有什么新的成果出来 那但是有更多的东西 就是可能三五年没有成果 很多要起三五年 没有颠覆性成果出来 那它股价可能一直就横在那里 突然一下出来了 它可能一下子就赚很多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要当中的逻辑 就跟有的时候跟创投有点像 对就是我投中的这个叫管线 就是这有爆发了 对对对 就是有实质性的爆发了 而我们在A股当中 有几家这个相关的生物制造的 这个公司 它可能已经盈利了 不多的几家公司 在旁边当中表现的也非常好 你刚才说头部 像打开里来啊 诺和诺德 是是是 就是全球的头部 对就是这个走势 简直是就 非常强 这两个走势是非常强 原来它可能全球的药 它其实也是科技企业 最高端的科技创造企业 和我们A股市场的药 可能它的性质不完全一样 我们更多是所谓的 卖产子的公司 我们也有应设 就说他们可能更多的 就是就原研方面的药 非常强 那它可能形成的比较强的 所谓的壁垒 因为这个你不是投 可能几个亿美金 是能够进得去的 所以它就是长期的 这个研发沉淀下来的优势以后呢 它就变成可能你五到十年 会有一到两款 特别强的药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就进入 它这个企业的生命周期 比较向上的这个识点上 它可能一下子上来 那么你像以前 可能辉瑞在某一个阶段 是比较强 对吧 就近两年 可能它没有什么新的药 可能它又回归到成绩 那么可能就是 这个好的这个方面 就轮转到了别的药 它有新产品出来 就迭代了它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江湖地位吧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就是 你普遍撒网式的去投医药 我觉得是不可取 更多的是 你要看到有成果出来 判断这个东西 这个公司 是不是有更好的这个基因 能够能够做出 它这个持之以恒的 这样一个发力 那么我认为 它可能会有一个 你对它有一个持续关注 和持续的上市公司的 一个治理结构的了解之后 背后你敢于去长期去拿 而如果你去投所有的 比如说我 我更多的去投好多个来看的话 我觉得不见得是 你普通投资者能够忍受的 其实去年呢 我们看到医药整个呢 是没有行情 生物医药没有行情 但是呢 像在这个减肥药方向 包括在二次海默症方向当中 有一些市场的这个表现 还有市场的需求 是非常之明确的 这可能也是到了一个 技术的突破临界点上 对对对对 就是正好是在这个临界点推广 可以盈利的这个临界点上 他们的逻辑可能还不一样 因为减肥药的受众群是比较大的 因为随便怎么样 它都可以有 然后二次海默也很难根治 但是比原来只要有效果 它其实大家对它关注的都能更提升 但是如果说在癌症领域 这个我认为是当前来看 是最具这个这个最去张力的 最去爆炸性的 这个东西一旦出来之后 有效果就有效果 有数据说话 所以大家对它的这个确定性 应该说是关注度 肯定是一定是更高的 好的 那刚才我们也就今天 港股当中的康芳生物大涨 相关的一些这个 生物医药板块的未来 做了简单的分析 供您参考 稍时休息 稍后是我们的互问互答 我们一会儿见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 新茶饮以其独特的口感 和创新的搭配 迅速占领了年轻人的心 但在这背后 是一场关于保鲜的挑战 从健康上会更符合 我们现在的养生习惯一点 你就得入入他们的圈子里面去 如何保持每一片茶叶的新鲜 每一块水果的最佳风味 新茶饮下半场保鲜大作战 将带您走进新茶饮的幕后 探索供应链的创新与挑战 那怎么做一个 非常快速的生产以及储存呢 是借用生鱼片的能动技术 本期来点财经范儿 带您揭秘新茶饮保鲜的秘密 感受供应链的科技与智慧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私与行业 你看大家这个问题 还是聚焦在黄金有色上 沈淳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有色短期是看空的 我上周就表达了观点 就是因为有色大宗的核心的两个逻辑 短期可能都落空了吧 一个就是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就之前大宗连续的上涨 其实都是在交易美联储宽松的预期 那现在来看 基本上这宽松预期要往后大大的延后 所以大宗武家在 从这个贵金属到这个基础金属 两个包括那个Comics桶一直在逼空 到了现在的位置之后 进一步向上空间是有限的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的那个 补库存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现在基本上也到了一定的位置 所以大宗短期我是不太看好的 我认为可能除了其中的一些 特别小的金属 因为下游的这个AI数据中心 它们有一样的需求 可能说像T 像一些这个 这个其他的一些 可能还会有一些表现之外 大部分的这个大宗 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 震荡回落的一个走势吧 就是对大宗有色给出的评价 我们再来看线上的万根南 万老师有人问 碳纤维轻量化军工方向 能不能关注 给出建议 最近一段时间 碳纤维等军工板块 整体的表现的不错 因为这一块涉及到两个概念 第一个军工的善良材料 第二个以后地工经济 有很大的关联 通过最近几天 整个军工党的一个表现来看 我觉得这一块 应该还有一定延续性的 所以如果考虑到 从技术的角度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但有一点 当前的四档环节 这个操作难度比较大 如果大家有一定的获利空间 记得做好极致指引就行了 我们再来回到现场 郑浩刚才有人问券商 就是市场没有行情 是不是因为券商没有动 券商一直在说重组 难道重组不能激起 券商的任何浪花吗 从由重组 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司来看的话 确实消息出来之后 能够长一段时间 但我们现在看股价 基本上又回去了 所以从现在一个趋势来看 如果成交量迟迟不往上走的话 券商很难受受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春江谁难压先知 所以确实表现会比较平淡 然后现在呢 无论是IPO数量 或者说这个交易量 都不支持短期 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利好 所以券商相对来讲 在这个点上比较成绩 那再加上如果交易量持续萎缩 这个地方没有放量 没有增量的话 那券商本身就很难带动起这个市场 这个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你如果量大 券商首先收益 然后券商起来之后 会带动指数上涨 所以从目前这个角度 我们也看到了 券商如果有政策性的这个利好 或者说有相关的行业并购的一些消息 可能在一到两天 或者说两到三天 这个维度之中 会有一个慢充实的一个行情 但是最后的结果 有可能非直接受益的券商 它可能会调整的位置更低了 所以它波动起来 对短线选手来讲 它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波动 但是你稍有不胜 速度慢一点 有可能你如果再晚一点进场 可能可能可能 它的你的成本的位置 有可能会到倒挂 你可能会到你的这个成本下面去了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看了一下 一大半券商其实和月初相比的话 它位置没有变高 变得更低 然后直接受益的券商 有可能它有可能有几个一次版 但后来啪啪啪又跌回去了 所以本质上来讲 行业当中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一个品种 还有就是说有潜力 可能还没有公布的这些潜在的 可能大家去想象 可能如果前面两个已经官宣了 后面有几个还在谈的 那是不是会有一个相对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表现好 但是对行业来讲 它的影响力不够 那沈老师 刚才有人问到新能源车 最近因为从一些头部公司出的爆款车的售价 包括它的一个性能状态比来看 大家可能觉得新能源车这一块 可能会把这个油车 更在价格上更挤出很大的这个空间和市场 对这个现象怎么看呢 首先我觉得国内的新能源车 其实已经年初到现在已经开始明显的价格战了 因为再加上小米的入局 这个价格战打得越来越厉害了 首先我认为对新能源车这个方向 我还是认为是一个竞争格局比较激烈 不是那么好投的方向 可能我觉得短期的催化可能来自于固态电池 但固态电池本身也是一个偏主题的一个方向 所以无论是新能源车还好 还是光伏也好 短期来说还是更加依赖于政策 比如说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政策 补贴继续 或者说光伏这边的一个供给端的一个出清 对一些小的一些厂商的一个关停等等 它非常依赖于政策 但是整个的新能源赛道 这个光伏和新能源车这两个方向 我觉得短期还是困境反转偏主 偏为主 我不是特别的看好有一定的高度 好的 给大家做了一些互动问答 我们稍微休息 稍后是我们的下周见证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老凤翔 凤翔喜事提醒您 精彩继续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心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周前瞻 那正好下周也是六月的开局 给市场做一个提示 我们如果短期来看的话 因为今天上升来看 差不多就最低点打破了 这个前几天的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低点 所以指数上风险 可能也得到了一定的一个释放 然后情绪其实有个回软 所以它正好是在一个风格 切换的一个临界点 然后到六月初回来之后 有可能在月初和月底之间 整个的市场的量能 可能有望得到一定的一个恢复 一般来讲月初好一些 那么我认为整体看的话 在端午节前 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修复 往上修复多少 我们觉得相对 还是比较难 难判断 可能是一个弱势修复 那么修完之后 市场可能面临一个 这个小长假的 这样小假期的这样一个间隔 所以有利于整个市场 再理清楚重新的这个逻辑 到底定位目标 在六月份的这个基调 到底往哪个方向 而现在来看 我认为是六月初 可能是一个普遍 有一个修复的一个可能 但是这个修复 几别 期别不会太高 应该说 有望回到五月中旬的这个量能 比如说那七千五到八千亿 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成交率水平 这个有可能会实现 我觉得这个七千 觉得很悬 我觉得哪天就到六千多亿 那沈春 对下周市场做个提示 下周我觉得大家 不要过度地去关注指数 因为指数其实 首先明确一点 指数上的空间不大的话 其实几十个点 大家不用太多关注 还是定方向 我的观点就是六月份 大家核心地去盯 科技类的轮动的机会 从消费电子到半导体 到这个通信到机器人 包括刚刚前面提到的 航空航天的 这个商业航天这些方向 我觉得都可能会成为 六月份阶段表现的方向 而五月份主线的表现的方向 无论是涨价链的 出海链的 包括后期的地产的方向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 一个超跌的修复 所以主的方向和次的方向 大家把握好这个节奏就可以了 好的 节目最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九方赤头 所提供的头角短片 全面注册制 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新股前五天不设涨跌幅 那你知道 全面注册制的核心是什么吗 这个我懂 全面注册制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 实行注册制 并不意味着放松质量要求 不是谁想发就发 并且坚持申报及担责的原则 发现发行人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嫌疑的 及时采取立案稽查 终止审核注册 暂缓发行上市 撤销发行注册等措施 那如果我真的被 不良上市公司的 违法行为伤害了 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全面注册制下的投资者保护 现在建立了 从严打击 证券违法活动的 执法司法体制机制 严厉打击 欺诈发行 财务造假等 严重违法行为 严肃追究发行人 中介机构 及相关人员责任 形成强有力政策 还有更多 全面注册制的知识 后续节目 我会继续讲解 好的 刚才我们看到 在互动当中 有人说 7000亿 7000亿 那为什么要缩到 7000亿这个量 盛川 就是我们观察一下 周围的其他市场 是不是也有一些 分流资金的现象 对 我觉得肯定是有 一个是南下的资金 还有一个是最近 这个债机卖得比较好 包括是超长期的国债 我们看到要连续 三个月的一个申购 所以其实对 厂内资金来说 或多或少 都会引起一定的分流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还是耐心一点 市场也在强调耐心资本 我觉得对投资来说 我们也要尝试 让自己成为耐心资本 好的 感谢我们今天的 我们的三位嘉宾 宋正浩 沈淳 还有线上的万根谈 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好